我们现在来做那个前十名 前十个行政区域 每十万人口登革日发生率最高的一个排行榜 所以这边是不是新增加一个第一页 然后接下来新增加一个视觉化的报告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需要使用这个资料表 然后放例如说区域别 区域别里面 我稍微先把这个标题稍微放大一点 还有值也稍微放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还要再放什么 例如说我们的每十万人口发生率 然后以及什么 灯隔日的名次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如果我今天我只要取前十名 这个地方 这个筛选 这个筛选我是不是就可以去 把这个发生的次数 然后我要找小于或等于十 然后套用筛选 然后套用筛选 这样是不是就产生了 产生这个灯隔日的发生名次 只能用这种方式 那这个名次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和改变 会 这等一下 我就是要告诉你 我的资料 我的资料 所有的我的灯隔日的资料 我算到哪一天 我们来去看一下灯隔日的资料 我们的这个发病日 发病日 第减排 续好了 2018年4月29号 有看到 可是4月30 4月31 4月没有31号 5月1号 5月2号 到现在的11月 当然今天可能还没有 但是也许到11月25号 或11月26号的资料 如果有的话 这边怎么样去做更新 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要了解的这件事情 好 所以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个前十名会不会 因为我刚刚是不是透过 这个新增 新增资料行的方式产生出来 然后这个值会不会随着我 耳后一直加资料进去而产生异动 答案是会的 这样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吗 好 那 不过等一下我们可能 可能 能看的部分 大概就 也蛮有限的 只有在这个地方 可以去观看一下 好 或者是我们稍微计一个数值 这个时候高雄市大概是20.5个千 20.5个千有看到这个数值 等一下这边可能数值会产生变化 为什么会产生变化 因为我未进去的资料一改变 这些的计算全部都会帮我算完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事 好了 好 那我想我们就请你先产生就是新的这张资料表 然后你可以很容易的取这个前十名 然后到时候也许我会希望请你来去产生变动 对了 详细资料表 这个详细资料表 它有一个格式化条件 这是还蛮好玩的 这里 这张是详细资料 那这边有一个叫做栏位格式化跟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也许我们可以用 例如说区域别 背景色彩看你要不要关掉 然后自行色彩看你要不要去去做设定 在这个地方栏位的格式化区域别 这边你都可以再去设定自行的颜色 例如说区域别的颜色 它现在选择是这一种颜色 假设我换成黑色 区域别 每十万人这个黑色 那如果说这个排名次 假设我换成蓝色 所以名次自行的颜色 比如说改成蓝色 自定颜色好了 蓝色 这边颜色都换掉 然后你都可以再去调整 调整这些 就是看你要不要去做一些色彩的变动 好 那就请你们先做这张资料表好了 因为详细资料表就是有这个好处 然后你做完这张资料表 你刚刚就可以汇出 前十名美食万人口 登革日 发生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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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